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周星驰新作女足密谈王一博做男主角,台海选六强名单出炉。 周星驰新片《女足筹备》中,船将腰内地顶流王一博合作。 女主角海选激烈,最终六强公布,将赴岗与周星驰面对面选拔真心女郎。 被誉为喜剧之王的周星驰的新电影《女足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他向来偏爱内地的炙手可热的男演员,继黄博、王宝强和邓超之后, 有人表示新电影更倾向于选择内地顶尖的王一博,目前他正在热切地讨论合作事宜。 这部电影之前在台湾公开了女主角的海选名单,原计划在六月发布决赛名单, 但由于参赛者众多,直到昨天,22日,才揭晓了前六名,其中填版书旗张天逸尤为引人注目。 周星驰在去年开始了女版电影《少林足球和女足》暂定名称的拍摄工作, 其中包括了蔡思辈、郭百言以及他的前合作伙伴莫文卫, 他们都明确表示了参与的意愿。 据了解,周星驰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积极寻找合适的男主角。 他原本就喜欢将内地炙手可热的男星选为电影男主角, 但这一次,他对内地的顶级小生王一博产生了兴趣。 王一博在去年与梁朝伟和周迅合作拍摄了电影《无名》, 并且他的演技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王一博不久前庆祝了他的27岁生日, 众多粉丝纷纷前来为他的偶像进行宣传, 这充分证明了他的高人气。 最近,他发布的新歌《奔跑》吧。 少年的主题曲《天高海阔》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 并迅速获得了超过200万的点赞, 这种强大的气场也吸引了星爷的注意。 据了解,王一博在最近几年参与的电影大部分都显得较为沉重, 因此有观点认为他对这次既能出演喜剧又能与一代校匠合作的机会非常感兴趣。 尽管他正在积极思考, 但由于《女》显然是一部以女主角为主的电影, 他始终在深思熟虑, 双方的对话仍在继续。 在女主角的选拔上, 周星驰的团队于今年3月在台湾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海选新闻发布会。 原计划在6月公开入围名单并进入决赛, 但由于各方的热烈响应, 包括北美、日韩和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有选手报名。 因此, 要从3万人中筛选出入围名单变得异常困难, 这也是决赛直到昨天才在台湾成功举办的原因。 决赛是由周星驰的团队和电影女足的副导演吴文良等人, 负责评审的参赛者需要通过随机分配的表演项目来抢分, 这是一个大考集材的环节。 昨天, 所有的参赛者都竭尽全力, 最后制片方公布了6位选手的名单, 分别是谢采文、 姚芳、 蔡南云、 张天一、 杨云和关丽红, 但韩国女团CLC的香港成员庄定新, LK并未被选中。 尽管所有人都成功进入了最后的6强, 但女足的演员资格仍然是个未知数。 不久后, 她们将被安排到香港与周星驰进行一对一的比赛, 以选出最终的真心女郎。 带领国货走向世界, 王一博代言的百雀灵诱火了。 王一博出席百雀灵新品发布会, 推荐全新第二代绿宝石针岩霜。 百雀灵作为国货老品牌, 持续创新, 王一博助力其走向世界舞台。 他代言的安踏、 百雀灵等品牌均取得显著成绩。 2024年8月12日, 王一博出席了老牌国货护肤品百雀灵 在上海举行的新品发布会。 百雀灵品牌创始于1931年, 距今已经有93年的历史了。 王一博从2020年开始成为百雀灵的品牌代言人, 到如今已经是第五年的合作了。 百雀灵虽然是国货老品牌, 但这几年一直走在创新和科技的前沿, 引领国货护肤品向国产高端进发。 此次新品发布会, 发布的就是百雀灵全新第二代绿宝石针岩霜。 发布会不但在国内社交媒体冲上热搜, 还登上了泰区第三和第四位, 市区第28位。 王一博又一次带领国货走向世界, 泰乃级别的国货之光在世界舞台上也闪耀起来了。 王一博是内娱商业价值第一的男演员, 他的代言数量是最多的, 续约率也是最高的。 王一博也是内娱偏爱国货的民选顶流。 王一博代言的知名国货品牌, 有安踏、百雀灵等。 其中,安踏签约王一博后, 第二年就打败耐克成为国内第一运动品牌, 百雀灵则在签约王一博后的第二年, 机身全球最有价值的50个化妆品和各互品牌Top15, 也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品牌。 在携手王一博的第五年, 百雀灵推出了全新升级的第二代绿宝石针盐霜, 一小时急速氮纹37%, 促生90加关键胶原, 添加纳米级三型胶原蛋白, 全脸氮纹, 更显年轻。 乐华年会, 王一博COS低俗小说文森特, 白T, 蓝色短裤, 人字拖, 松弛感拉满, 引发全网热议。 你别说, 王一博还蛮细心的, 从头到脚, 连手里的纸袋子整上了, 还特意卷卷卷成相似的形状。 看来王一博真的很喜欢低俗小说, 记得前几年他还推荐过这部电影, 现在又COS上了。 其实之前乐华年会, 乐华年会, 王一博COS蜘蛛侠也蛮不错的, 从头包到脚, 脸都没露, 王一博始终走在电影第一线。 你觉得王一博的COS怎么样? 不少网友表示, 我很雷难的穿人字拖, 戴金耳环, 但要是配这张脸, 行吧, 你帅你有理。 王一博, 就喜欢你这酷死人不偿命的尽头, 王一博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有言韧性等等。 户外探索即时节目探索新境官宣定档, Discovery携手王一博探索集, 由华纳兄弟探索集团,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出品, 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的王一博户外探索即时节目探索新境正式官宣定档。 自8月31日起, 共计12集的内容将在腾讯视频每周更新2集。 演员、歌手王一博作为节目的发起人, 跟随6位Discovery中国探索家, 开启深入寂静的户外探索之旅, 并由成尔作为特邀访谈者, 探寻王一博参与节目的心路历程和个人成长。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